莫名其妙 哈囉阿卓你好 浩逸你好 小薰午安 大家午安 奶奶午安 阿元午安 哈囉 如果晚上是用打燈的話 就可以穿黑色 但是白天自然光的話 好像穿黑色臉會曝光 學到了 莫名其妙 空葉你好 謝謝柏惟分享直播節 謝謝小薰的剪刀石頭布 大家吃 現在這個時間是吃早餐還是午餐啊 午餐 但我還沒吃午餐 我只吃了早餐 讓App感光能力蠻強的 謝謝小薰送我剪刀石頭布 謝謝小薰 謝謝阿元的藍色應援棒 謝謝自我高的剪刀石頭布 謝謝自我高的剪刀石頭布 吃早餐 早午餐 對這個時間 如果今天是假日的話 這個時間就是要吃早午餐 但我發現我 最近 就是蠻常吃早午餐的 因為比較晚起床 好 謝謝阿哈送我LOVE 我剛才早餐吃了那個 一個麵包 是我 昨天 叫外送 你們知道現在外送店家可以 訂菜嗎 謝謝阿哈的心之怪 就是現在外送 你可以不用出去買菜了 你可以用外送叫菜來家裡 還有什麼肉阿 水餃阿 阿菜阿 對 就是訂那個佳樂福的菜 不覺得他很厲害嗎 就不用吃超市了 然後昨天就是 用那個外送 然後訂了佳樂福的菜來家裡 然後因為叫蠻多菜的 我想說暑假比較常住這邊 所以就是 外送菜來家 就可以吃一個禮拜 而且 比較便宜嘛 因為現在台北 吃外面也很貴 自己煮比較便宜 然後也不用出門幹嘛的 所以我就 叫了一些菜阿 水餃阿 魚阿 還有一些水果之類的 然後就是兩袋 兩大袋 然後那個 裡面居然送我兩個麵包耶 佳樂福的烤雞 平安吃過 沒有耶 我只吃過Costco的烤雞 好吃 可是外送員超討厭這種單 是不是因為外送員要去那個 超市幫我們挑菜 是不是有點麻煩 外送員很麻煩 然後他裡面就送了我兩個麵包 是不是因為我買太多阿 他就送了我兩個麵包 然後我早餐就吃那個麵包 謝謝伯威的早聲鼓勵 謝謝伯威 還會送麵包 不知道應該是買太多 我知道之前我有一次也是要煮火鍋 哈囉江拔辣你好 有一次我要煮火鍋 然後也是買很多火鍋料阿 菜阿什麼的 然後我記得那一次我去拿菜的時候 是兩個外送員耶 就是通常不是只有一個外送員 但是因為好像買太多 然後就兩個外送員來幫我送 一個人提不動 然後他就兩個外送員一起來送 謝謝阿華的掌聲鼓勵 謝謝阿華 太多了 哈囉小白五安 欸我覺得煮火鍋超方便的阿 而且煮火鍋你煮一餐可以吃兩餐到三餐 就是你湯 就是湯因為我本身不太會料理 對就是現在能夠這樣子好好做菜已經算是進步蠻多的了 所以火鍋對我來說是一個簡單方便又好吃的東西 就是把水熱了然後料丟下去就可以吃了 不覺得很方便嗎 而且你一次還可以吃個兩三餐 很方便耶 我上次也有叫過那個外送的 就是麻辣鍋店有外送 然後他就是有外送那個湯頭 就是麻辣鍋的一點點辣的湯 然後我就叫了 我們室友姐姐跟我就叫了那個麻辣鍋的湯頭來家裡 然後他好像還有送一些什麼 豆皮阿豆腐阿 然後水蓮阿什麼 然後我們再自己另外去買菜 然後就可以吃三餐耶 而且很好吃 就是如果你自己弄不出好吃的湯的話 不想喝清湯 你可以叫那個麻辣鍋的湯頭 超級好吃 就是不會料理的人 就很適合這種動機 謝謝你送了好多魔法幫 阿基拉無安 發海底撈也要外送 我忘記是哪一家咧 什麼什麼四川之類的 廚藝精湛可以叫了 謝謝小生的剪刀石頭布 喜歡 最喜歡什麼湯底 我最喜歡的火鍋湯底是 那個昆布 就是最清淡的那種湯 但是我最近有點愛麻辣鍋 謝謝TTP棒強送我love 震淳你好 你好 小微你好 海底撈 海底撈 海底撈我沒有在台灣吃過耶 我吃海底撈都是之前去那個 HR Fest嗎 上海的時候吃的 好像沒有在台灣吃過海底撈 哈囉花生你好 好謝謝邦尾送我剪刀石頭布 麻辣泥 對我只能吃小辣 這樣感覺弄起來方便又可以省 真的喔 而且真的很好吃 就是有那個湯頭的加持 你整鍋火鍋會變得很好吃 就不用什麼料理技術就可以做得出來 謝謝玉安送我剪刀石頭布 可是上海的很辣 還好啦他可以選湯頭 海底撈 聽說現在吃海底撈還可以排隊做光療耶 因為上次嘉莉去吃海底撈 然後他就去做了光療 好像是你要先去抽號碼牌 然後你在排隊等位置的時候 他就會幫你做光療指甲 害我很想去 我想說如果之後握手會的話 我不想花錢去做光療 我就去吃個海底撈 趁排隊的時候做一下光療指甲 好像也蠻划算的齁 欸做這個也要好幾下 快要就是六七百七八百之類的 那吃個海底撈也差不多吧 而且還可以有東西吃 想說如果之後 之後要握手會的時候 就是吃個海底撈 可以順便做光療指甲 那個可以排隊 我記得海底撈排隊好像也只能直接 好像也能直接吃冰淇淋 真的假的 我想要有機會去吃吃 還沒有在台灣吃過海底撈 好像很聰明 不對啊 因為你做指甲也差不多這個價錢 然後你去那邊還可以吃東西也是這個價錢 是不是很划算 就是我們要動一點小腦筋 就是幫自己節省一些金錢 聰明節省法 而且我剛剛在整理我的折價 折價券我很難過耶 因為我的折價券都過期了 有很多什麼Seven 巧夜大買一送一啊 或是什麼Thomas買一送一啊 滿三九九打折啊 這個全部都過期了 我忘記折價券然後都過期了 你們會留折價券嗎 我平常都會留耶 就是有時候去儲值悠遊卡 不是會有一堆有的沒的Seven 全家折價券 我都會留著 因為它上面都會寫什麼什麼東西買一送一 然後如果你剛好需要的話就很划算 所以我都會留著 我很會使用那個折價券 尤其是藥妝店的 因為我滿常去藥妝店買一些化妝品啊 或是有的沒有的東西 然後這時候就很方便 我都沒注意 欸我跟你們說折價券真的會有省到 而且你只要使用到了 你就會覺得哇很開心 就是是我買東西送的折價券 然後我再去買東西還可以折價 就覺得嗯 有種賺到了的感覺 我每次用折價券的時候 用完都會心情很好 就覺得哼我有省到 一個驕傲的感覺 折價券可以寄給品牌嗎 可以啊 可以寄折價券給我 我很需要 各式各樣吃的 麥當勞的 然後 7的 然後 飲料店的啊 或是藥妝店的都可以寄給我 我超需要的 謝謝阿豪的食潤瓶 我是省錢 小偶像 廣告 官網表示 折價券 有搭配信用卡 折底也很棒 買一千折三元 要星巴克 欸我也有星巴克滿一送一的 是那個 領那個 振興券對不對 最近不是有那個 因為疫情的關係 政府有發振興券嗎 然後好像領振興券 他是送你那個星巴克滿一送一的美式咖啡喔 還是什麼 是嗎 有價證券 營運說不行 真的想要 認真可以記證嗎 不知道耶 可能問問看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我想收 三倍證 小七零的 對 品還好有效率 一定要的啊 我覺得那個 振興券很棒耶 就是花一千 得到三千 等於我還到賺兩千 很精打氣算有沒有 等於我還到賺兩千 可以去買東西耶 不想要很開心嗎 我可以拿去買我想要的衣服之類的喔 促進消費 促進消費 品還松菸最大那棵樹下很多折架 哪裡啊 松菸最大那棵樹下 那棵樹下很多折架 之前跟童說我用過 Coldstone麻衣送菸 哎呀 Coldstone很划算耶 星巴克的也很划算 星巴克的也很划算 我要去油脂佛系派對 到滿海 不然你就會落入第二票 當然還沒想到我的那個 JEN要幹嘛 還不知道要幹嘛 那我今天鼻子是不是 打亮打太亮了 這邊好反光喔 哈囉 寬寬 你好 傑神你好 沒朋友 所以沒用過星巴克麻衣送菸 他不能寄杯嗎 很多便利商店都可以寄杯耶 什麼 現在有活動麻衣送菸 然後你就可以 現在買 然後寄一杯在那 他會寫一張紙條給你 然後你下次再去領 有一些好像可以這樣 謝謝阿哈送我剪刀石頭布 謝謝博歪的魔法棒 還好啦 不行星巴克一定要領兩杯 那你可以一杯冰在家裡冰箱啊 欸星巴克麻衣送菸 不買白不買 謝謝燒雞送我 抽抽你喔 謝謝燒雞 自己喝兩杯超飽 但是他那個送的是那個 送美式咖啡 我不太喝美式咖啡 如果是送星冰樂就好了 星冰樂麻衣送菸 超划算 謝謝金釉的石頭 冰冰箱苟天后應該還可以 冰冰箱 謝謝花莉鼠的仆人薇如送 謝謝 謝謝金釉的石頭 星巴克只有馬衣送菸 謝謝金釉的剪刀石頭布 美式無法接送 新冰樂爆鬼 但真的很好 好但真的爆鬼 只有馬衣送菸的時候回去 是 星巴克美式可以跟他說加牛奶 星巴克零兩杯 一人看電影是可以合自己的約會 那我覺得星巴克很棒的一點是 他店內的氣氛很棒 我覺得他也是有點賣氣氛吧 不然一杯咖啡這麼貴 就是服務跟氣氛 賣服務跟氣氛 還有可能他咖啡豆品質也蠻好的吧 是蠻好喝的啦 但是一杯一百多的話 覺得就是 算是也是有賣他的服務 跟他的店內氣氛 氣氛很悠閒跟春水湯一樣 謝謝Boring送我剪刀石頭布 TP也是賣氣氛的 是嗎我們賣服務跟氣氛是不是 好像有道理耶 就是一個快樂的氣氛 還有對大家的服務 星巴克這很香很爽 大家在裡面 有時候不是以前就是要斷考 或是要考試 都會去星巴克讀書 就是點一杯然後坐在裡面讀書 或是很多人都會點一杯 坐在裡面打電腦 就是工作或是看手 可以坐很久 剛剛夏日生血出來啦 真的假的 我還沒有看到 因為我剛剛就來直播囉 大家記得 我們的夏日生血針已經出來了 可以去看看喔 我是穿什麼衣服 我好像是穿一個白色上衣 白色無袖的吧 好像是 大家可以去收集喔 夏天的生血針 穿了很夏天的衣服 點一杯吹一整個下午的冷氣 好像也蠻划算的 如果做一整天的話 都沒去過星巴克 點一杯做一整天蠻划算的呀 這次封面沒有品寒 那你們就可以 就是要讓你們 要去收集 才會看到夏天品寒 我好像是穿一件 白色無袖上衣 跟藍色短褲嗎 然後 有泳圈還是什麼 而且我難得穿涼鞋 我穿什麼顏色 我忘記了耶 大家可以去看看喔 買起來 難得穿涼鞋 可愛喔 這次海灘跟我認住的不太一樣 這次海灘跟我認住的不太一樣 唉唷 哈囉 紅衣妳好 蜜辰妳好 沒有泳妝 呵呵呵 自己買 放暑假了 晉唇換頭上 嗨 晉唇 妳的頭貼很可愛喔 晉唇 謝謝小魚送我石頭 謝謝阿華的看好你喔 Mina 漏腳趾 對阿 難得漏腳趾 謝謝柏惟的love 買起來 謝謝小魚的剪刀石頭布 頭貼不可愛 我看一下妳的頭貼 妳的頭貼是 我的鼻子嗎 也蠻可愛的耶 很好看耶 這鼻子真好看 謝謝阿賢的剪刀石頭布 我頭貼平衡好呆 我來看看 好可愛喔 其實蠻可愛的這個眼睛 這是什麼情況下的截圖啊 好可愛 頭髮燙了嗎 對啊 我燙頭髮了 有發現嗎 沒有正方形的頭髮了 很順耶 瀏海也很順 我瀏海是直的了 沒有彎彎曲曲的了 耶 開心 這樣我後來知道 為什麼我的 頭髮會變正方形的 哈囉 塔瓦哥 武安 哈囉塔瓦哥 變成謝謝你們 武安 我知道為什麼我的頭髮會變正方形的 那個設計師跟我說 就是 當然我自然準 是一個問題沒錯 但是還有另一個 是我頭髮的分線 切斜變成新鮮檸檬的魔法棒 剛燙完都會比較塌 過幾天就會好點 這是我燙完的第 第2 欸第2天 燙完的第3天 3天啊 第3天 對好像是我的分線 因為我之前就是 會很明顯中間有一條線 就是很明顯頭髮是這樣分兩邊 因為我之前就一直覺得 好像這樣比較好 就是頭髮是順順分兩邊比較好 但是我發現 這樣好像頭髮會變方方的 因為我那天回家 然後姊姊也是這樣跟我說 我就常常跟她吵說 我頭髮都會方形的頭 然後她就說 你白癡喔 你這邊就 就是有分線分線 你當然會 當然會 頭髮正方形 她就罵我白癡 很兇 她就是中間這邊的分線 所以要湊一邊 對她真的這樣 她就罵我白癡 然後那個設計師就教我說 那個 吹頭髮的時候 這幾天回去看以前中生影片 平安方形很好看 就是那個設計師跟我說 你吹頭髮的時候要往前吹 就是把這邊都這樣子 就是這樣吹 然後吹完之後 再讓她自然的散開 她就不會有一個 中間有一條線 就是很明顯分兩邊 這樣就不會是正方形的 先學燒雞送我 骰骰子 這樣頭髮就會 比較 痾 當然自然準也有差 但是這樣分線也有差 但是比較不會看起來方方 呵呵 呵呵 你要跟簡直說 那名其妙 呆毛的部分呢 但順很多啦 我很開心 終於順很多了 這樣比較好 而且我現在都不用用離子夾 就可以出門了 我今天完全沒有用離子夾喔 頭髮是不是很順 很順吧 很順吧 謝謝洛洛送我新之冠 哈囉 謝謝阿倫的掌聲鼓勵 難怪今天比較遠 對 今天完全沒有用離子夾 這樣能節省時間 我的設計師剛好說我自然準太嚴重了 尤其是我的瀏海的部分 他說我的瀏海 大概兩個月就會回來了 呵呵 超難過 但是我半年才能燙一次 因為太長他的頭髮會壞掉 所以設計師只准我半年燙一次 但是不是他說我的瀏海太捲了 兩個月就會回來了 呵 兩個月 對兩個月 很難過耶 希望他可以維持久一點 我要好好的吹他 吹頭髮好像也會影響 就是要把他 要把頭髮吹乾 然後吹順 就是要這樣直的吹 不能這樣吹 不是後面嗎 是瀏海 我瀏海超捲的 瀏海超捲 謝謝boring的點 然後石頭布 自然捲的真的麻煩 總算是品寒比較圓 品寒頭髮到底捲到什麼程度 我之前不是有掀開給你們看過嗎 我之前不是有掀開我的瀏海給你們看 就是裡面都是這樣子 然後加上我的那個呆毛很多 而且呆毛很短 越短的頭髮越容易捲上去 因為他沒有重量 所以我呆毛很多 然後這邊就是很多這種 就是細細小小的 你們有看到這種嗎 這種細細小小 還沒燙之前他們都是完全是這樣子 就是瀏海的內層跟這邊細毛 全部都是這樣子 對 超整 就很麻煩啊 就算你夾了離子夾 但是一流汗它就會變回原狀 所以就一定得靠離子燙 但我每次去燙離子燙它覺得很可怕 因為它真的就是 我覺得上藥不可怕 那些都不會痛也不會幹嘛 像可能染髮 最可怕的是 就是它上完藥之後 它會幫你用那個 離子夾 它會幫你用離子夾 就是很燙的離子夾 然後從上 而且是很接近 因為它會燙到髮根嘛 而且是新長出來的頭髮才會捲 所以它必須燙到新長出來的這邊 所以就會離你的頭皮很近 然後就是兩個人在幫你用 所以就是這邊一個這邊一個 然後都是很燙的離子夾 我就覺得很可怕 而且它離這個頭皮很近 然後有時候不小心會被燙到耳朵 然後我被燙過耳朵跟耳頭 尤其是瀏海 瀏海真的很可怕 它瀏海也是夾得非常近 就是離你的耳頭很近 就這麼近 而且真的很燙 然後就是大隻的離子夾 然後就覺得很可怕 我每次給它夾瀏海 我都閉著眼睛 因為我很怕我這樣子 然後不小心動到耳頭這邊往上 然後就會燙到了 所以我覺得夾瀏海超可怕的 而且它有頭比較小 然後他們可能很難抓我耳朵的距離 所以我就被燙到耳朵 超可怕的 它頭比較小 抓不到耳朵距離 然後可能在夾這邊 就是燙到耳朵 然後 而且是兩個人同時 所以你就 你就會不敢亂動 而且不敢亂動 一不小心亂動 就會燙到 離子夾都冰頭的 會不會燙傷 是還好 只是會嚇到 就是會 不小心碰到 就會這樣抖一下 哈囉 明你好 我覺得頭皮是還好 就是 它離子夾旁邊還有包一層 很隔熱的東西 所以 我覺得頭皮還好 就是 稍微很近 但是頭皮 我覺得算是 已經不算是會很容易燙到的地方 最容易燙到的是耳朵跟耳頭 而且耳朵很不耐熱 像你頭皮可能平常 吹頭髮什麼 就是有接觸過熱 或什麼的 或曬太陽 所以就覺得還好 有熱在這邊 就是有熱源在這邊還好 但是耳朵平常真的是 不太會接觸到很熱的東西 或者是 就是不太接觸到什麼很刺激的東西 所以你耳朵就是 一碰到很燙 就會 覺得很 受不了 你們懂嗎 就可能手 平常割到什麼 就還好 或是打到就還好 但是你平常很少 碰到 接觸到 就是 刺激的東西 你碰到 就是受傷 或什麼就會很痛 有 有聽懂那個 感覺嗎 就可能說這邊平常都有在摸東西啊 所以這邊打到就不太會這麼痛 但是如果你是這邊的肉去弄到就會痛 因為平常不太會弄痛這邊的肉 所以一個弄到就會很痛 那耳朵平常不太會接觸到熱的東西 所以碰那個就超痛的 還有額頭也是 好可怕 我本次都想說 什麼時候要夾彎 什麼時候要夾彎 最可怕的時間 哈囉托魯獎 你好 好喝水說一 懂 真的很可怕 習慣的關係 對 耳朵除非打耳洞 打耳洞是我接觸 耳朵接觸最刺激的一次吧 再也不敢打耳洞了 但聽說耳洞這邊是最不痛的 好像這邊最痛 還有小耳朵最痛 有人會打這邊耶 小耳朵 我這邊超小的耶 根本沒辦法穿動吧 我的小耳朵超小 沒辦法穿動 這邊 這一塊肉 有人會打在這邊耶 這個這麼小要怎麼打啊 我的超小耶 我的連一個耳環的大小都不到 好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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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你們第一次這麼近看我耳朵 然後有些人會打這邊 我也不敢打這邊 我打這邊我就不行了 再來也不打耳洞 好可怕 有看過有人耳洞超多 有點噁心 感覺有點誇張 打耳骨 不敢打耳骨耶 好痛 很可怕 打鼻孔比較苦 還有這些有看過 有聽說過有人打蛇韓 蛇頭 然後好像沒處理好發炎什麼 然後蛇頭變兩半 超可怕的 我完全不敢想像蛇頭是什麼概念啊 高中成被理髮師用剪刀 不小心剪到一點點流血 也太痛了吧 謝謝滑滑的剪到石頭布 滑滑辛苦了加油 謝謝滑滑的剪到石頭布 就舌頭超可怕的 對啊 而且舌環吃東西會不會弄倒啊 我覺得舌頭跟鼻子很可怕 像可能有人也會打那個肚環 但是我覺得肚琴那邊還好 就是平常不會吃飯或幹嘛的 就還好 然後 但是我覺得舌頭平常要吃東西 要怎麼吃飯啊 舌頭兩半啊 還有舌頭嗎 謝謝鋼鐵韓粉的剪到石頭布 這很可怕啊 我國中有一個同學打十二環 超可怕 而且他國中就是打 我覺得他好勇敢 謝謝滑滑送我剪到石頭布 然後他舌頭伸出來就是突然有一個 突然有一個亮亮的 然後一個洞在那邊 杜環很適合拍照 性感大翻 但是我不敢 我小時候有個奇怪的癖好 是會上網去google 就是去youtube 查 就是別人穿耳洞啊 穿舌環 或是杜環的影片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那時候很愛看這些 大概我國中12年級的時候 對我就會看別人穿各種環 就覺得有點療癒 就是那個洞啪過去 有點療癒 但有些很可怕 有一些很可怕 我覺得舌頭都很可怕 我比較不看舌頭 我比較看耳環 耳環就是還好 但舌頭真的很可怕 他耳環有一些 就是 國外好像大部分都是買那種槍 他們好像在外面 就可以買到穿耳洞那種槍 然後就是這樣子 啪過去 所以他有一些是 家長自己在家 就可以幫小孩子穿耳洞 我比較常看耳環的 還有肚臍都我覺得還好 但是舌頭都我覺得很可怕 舌頭都超可怕的 耳環最正常 而且我發現很多 國外的小孩很小 就是那種剛出生 或是一兩歲就去打耳環 不知道是不是是什麼宗教關係 還是怎麼樣 我看到國外很多是 就是 剛出生就去打耳洞 哈囉 切換你好 午安切換 在家打 我覺得都很可怕 但是如果 再給我一次選擇的機會 我還是選擇要打耳洞 因為就是有很多漂亮的耳環可以戴 但是我不敢再去打第二個 可是我不後悔打耳洞 所以大家打相對比較難掌握衛生 但是剛打耳洞那段時間是很痛苦 就是他在日和期的時候很痛苦 因為你有傷口 然後你換藥洗澡的時候 你洗完澡都要把那個 他一開始打進去其實是針 前幾天帶小二小朋友 就有人打耳洞了 其實他打進去是針 我記得我那時候也是用槍 槍的打 身體飽服受之後 你怎麼突然像媽媽一般 切換 你只是自己不敢打吧 我每次都會去問 紅衣師說 你要不要去打耳洞 我可以帶很多漂亮的耳洞 他說他打死不去打 他不敢打 切換模式 他說他不敢打 我說如果你要打我可以帶你去喔 我一定要陪他見證這個 他歷史 就是人生 人生上很難能可貴的一顆 切換模式廢道手 切換感覺一張嘴 其他的動物如多11顆漢堡 這是什麼梗 這是什麼梗 切剩拿野獸一獸的魔法棒 但打耳洞就是前一兩個月會頭 後面就不頭 你要幫他切換 如果他願意去打我 我一定會幫他錄影 我就會幫他拍一個Vlog 就是去打耳洞的一個紀錄Vlog 一定拍起來 我覺得打耳洞是需要有氣 而且是很勇敢的事 就是為了可以很漂亮很漂亮 然後願意去做這個有一點點痛的事情 我覺得很勇敢 不覺得嗎 就是女生願意外樓變漂亮 然後去做這件事情 而且大部分都是小女生 就是國高中女生 不覺得很勇敢嗎 很厲害耶女生 平衡太積極 你想殺了我耳朵一塊皮膚 沒有 其實我聽說打耳洞不是肉掉下去 是把肉擠到旁邊而已 所以就是 你的肉不會少一塊 你的肉不會少一塊 它只擠到旁邊去 就跟你變胖一樣 只是肉擠到旁邊去而已 不會少一塊肉 這個變胖一樣 對 自然就 你知道它有聽是擠到旁邊 它就是把肉擠到旁邊 業務嘴 我以為是把肉 沒有它好像是把肉擠到旁邊 但它還剛打 我記得它是有手穿跟槍的 我覺得槍的比較快 比較不可怕 所有的肉我都不給 這槍開很大力 用定書籍嗎 這個是砲不是槍了 我今天開大砲啊 我記得我那時候是用槍穿 然後也是這樣子 然後打過去 但它 你打下去的那瞬間不痛 因為它其實它會幫你用腳筋 然後搓到很熱很熱很熱 所以你在搓的時候已經很痛了 就是搓的時候比較痛 它就是先讓你痛 然後你打過去就不痛 就是讓耳朵麻痺 所以它幫你搓得很熱很熱 然後這邊很紅 所以那時候就是 已經痛了 所以打過去的那瞬間 根本完全不痛 比較痛的是你回家換藥之後 就是過幾天要換藥 傷口 癒合期的時候比較痛 耳朵旁邊比較厚嗎 其實 不會 它那真的是很微小的一點點肉 它打進去的那個 它打進去就會有一個耳環在上面了 但是那個耳環 我拔下來給你們看 通常一般耳環不是這樣子嗎 就是這邊是平的 這是一般的耳環 市售耳環 這邊都是平的 但是你打進去的那個 就是你用槍打進去 它裡面就已經有一個耳環 然後那個槍打進去就會有一個耳環在上面 亮亮的這樣 然後但是它那個這邊是尖的 就是像針一樣 有點像別針 你們有看過別針嗎 別針的尖尖的那邊 那個頭 所以它的耳環這邊是尖的 我記得我那個耳 那一副耳環還在 在我家 我下次拿給你們看 就是這邊是尖的耳環 是穿我耳洞的那個耳環 然後它就是 打進去就是針 然後你 那幾天洗澡洗頭洗完 你要就是把它拔下來 你要把它拔下來 吹就是把耳洞吹乾嘛 因為洗澡不是會進水 有的會用彈的 有人發言就很痛苦 我之前有發言過 不過切換感覺會忘記 保障保持耳洞不見 真的耶 而且它肉長很快 切換肉長很快 是不是耳洞很快就會合起來 還是不要打好了 有點浪費 TP可以送銀裝環 TP應該可以送耳環 記得之前有收到禮物水耳環 肉長很快 要開地圖好 然後就是 我覺得在癒合的時候比較痛 你每吹完 沒洗完澡就是要 中午火力很強 抱歉抱歉 今天 就想開槍一下 我有一位同學 他聽完我們老師講自己 一直摟摟摟摟 然後隔一天他請假 今天火力十足 沒有啊 朋友來就是要嗆一下 就是要鬥鬥嘴 平常就是跟朋友就是要鬥嘴 不然就失去朋友的樂趣了 謝謝空業的掌聲鼓勵 我記得我耳洞也有發言過 那時候超擔心的 我想說 不會吧 我要再去沖一隻耳洞了吧 因為換藥的時候很痛 我那時候都會叫我媽媽 或是姐姐幫我換藥 因為我不敢自己擦進去 因為我洗完澡 然後 然後 平安今天早上撿到軍火庫地氣 然後 洗完澡要吹乾 然後你要把那個 你的耳環上面 插進去藥膏 這是 我忘記那時候是塗什麼藥膏耶 我記得我擦過小護士跟眼藥膏 好像蠻多店家都會給你眼藥膏的 就是那種一條的眼藥膏 叫什麼青霉素之類的 就是外面都買得到的那種眼藥膏 然後就是 把耳洞插進去藥膏裡 然後再把耳環插到那個洞裡 但是 因為它在癒合嘛 是傷口 所以我覺得插進去的那一瞬間是最痛的 就是拔出來跟插進去最痛 小護士有效啊 而且 它那時候因為會 傷口癒合會長肉嘛 所以你要就是去轉這個耳環 你時不時就要去轉動這個耳環 不然它肉 就是在長肉的時候 你都不去動它 你怕痛 都不去動它的話 它就會 肉會黏在這個針上 然後你 你的耳環就會黏在上面拔不出來 所以你要去轉動它 然後你要就是擦藥膏插進去之後 也要轉動它 讓藥膏就是去 那個傷口 讓它進去傷口裡 所以你要去轉動 就是很怕痛 但是又要去轉動它 所以我覺得 癒合的時候是最恐怕最痛 而且插進去真的很痛 我那時候完全不敢自己換藥 我都叫我媽媽幫我插 抱著自己耳朵 在聽這個故事 謝謝阿哈的眼睛 驗障重 但是癒合之後就不會痛 完全不會痛 小時候被說長得像小護士蓋子上的人 我記得我有一次也是 就是 因為剛打睡覺都要帶著嘛 不然避免它這樣出肉來 所以睡覺都會帶著 但是有時候睡的時候不容易壓到什麼 然後加上 比較容易過敏的人 或是發炎的人 就會睡覺的時候 是最容易發炎的時候 我好像是有一次睡覺去壓到耳環 謝謝家訓小人送我新知冠 然後我就是睡覺去壓到耳環 然後就有點發炎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是 我拔出來之後要換藥 然後我插不進去 就是我已經對到洞了 但是那個洞感覺是長肉 然後插不進去 就不知道裡面是有膿還是長肉之類的 反正就是有東西在裡面 然後我耳針插不進去 然後我就想說不會吧 我痛了這樣 然後我大概要癒合了 我別想再去打一次了 而且聽說耳洞如果打過癒合 再去打會更痛 就是有傷口再去打會痛 那我就不敢再去 那時候超擔心的 就很怕要再去打一次耳洞 對 所以我就硬插進去 我就硬插 聽起來很可怕 就是負面宣傳 沒有 但是你想想 你傷口好了 你就可以享受很多漂亮的耳環 然後他就也插進去 我就插藥然後插進去 超痛的 但過幾天就好了 我就很擔心他會癒合 所以就是更仔細的照顧他 而且洗完澡耳洞一定要垂乾 因為有水的話 你們知道有水 碰到傷口很容易發炎 謝謝楊潔的我選擇死亡 還好有好好照顧 我從國二打到現在 國三大一高二 國三大一高 六年了 還好有好好照顧他 然後就可以戴漂亮耳環 蠻開心 我蠻慶幸 是 就是那個時候有勇氣去打耳洞 因為如果是 現在的我的話 應該會不敢吃打 所以我蠻開心 那時候的我有勇氣去打耳洞 國二就是一個衝動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衝動 就是國二啊 然後看同學啊 姐姐都有 然後就很想打 然後就 有跟爸爸媽媽講過說我想打 但是我要打的那天 我沒有跟他們講 是叫姐姐帶我去 然後我姐就帶我去 然後打完回家才跟我爸媽講 但我爸媽沒有反對我戴耳洞 他只說不要發言就好了 但是沒有反對 所以他們就是很驚喜 因為他們以為我只是說說 但是不敢去 然後回來之後 大家都沒有在那邊去打了 然後他們還很驚喜 然後他們還很驚喜 還有點替我開心 就是哇 你以後可以帶很漂亮的耳環了 這樣 叛逆 他們還蠻開心 就是 原本以為我只是說說的而已 先斬後走 對我先斬後走 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我那麼叛逆 一個衝動就去打耳洞 當我回家的時候 我媽超興奮的 比我還興奮 他說他真的沒有海星粉 就是我以後可以戴很漂亮的耳環了 然後他很願意幫我換藥啊 什麼的 想說哇 你有耳洞了這樣 謝謝阿華送我許願品 謝謝阿華 媽媽有戴耳洞嗎 媽媽年輕的時候有打耳洞 但是他的癒合了 他的癒合了 我媽媽年輕也很愛漂亮好不好 他說他年輕的時候有想 就是有 曾經要去參加一個 就是征選還是什麼的 謝謝阿元的魔法棒 就是他以前有去排隊一個征選 他是不是太害怕了 所以他在排隊一半的時候就跑走了 他就逃跑了 所以就沒有去 媽媽害怕 平安太乖 欸如果他有吃征選的話 說不定現在是個很厲害的藝人之類 演員阿有沒有 就是那個年代的演員 然後到現在呢 所以我算是幫他實現他的夢想 女兒來幫他實現他的夢想 好 哈囉 鳳鳳你好 謝謝Rock的Kiss 啾啾 我居然看過我媽年輕一個照片 是那種沙龍照 超美的耶 就像是雜誌上會出現那種 就是漂亮的 有點笑的 蛤這是我媽媽嗎 的感覺 媽媽的夢想就由我來繼承 品寒中二 韓爸派 欸我爸年輕也很帥 像小虎隊一樣 女大十八遍 女大十八遍 這個過程我就是新的品寒媽媽 還有在摸我的頭髮 這邊感覺有一個方方的 是我的睡覺去壓到嗎 這邊為什麼有一個突起的 是我睡覺去壓到嗎 這邊 這邊 這邊有個摺痕的感覺 等一下我摸一下這到底是什麼 我得確認到底是不是有個摺痕在摺 我感受一下 為什麼這邊這一戳是有什麼摺痕 不要摸越摸 欸我才剛看完耶 為什麼這邊有個摺痕 是我去壓到有沒有睡覺 我在努力的感受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在努力的感受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摸摸出來 謝謝阿花送我love 應該是 所以我睡到壓到嗎 那我以後要好好睡覺 不能再亂睡了 平安睡姿看起來沒有很好 什麼意思 但我很常睡一睡會睡斜的 就是睡床斜的這樣 不知道怎麼睡了 我記得我以前睡姿很差 就是國小壁旅的時候 超丟臉的 我跟你們講一件超級 這種人生前三丟臉的東西 睡覺不能好好睡 就是我小學畢業旅行 不是會跟同學一起睡覺嗎 然後我同學 因為我比較早睡 然後我同學他們晚上在吃泡麵 就是因為壁旅嘛 他們都不想睡覺 你們知道壁旅就是想玩嘛 然後就不睡 我同學就是在吃泡麵看電視 聊天幹嘛的 打牌之類的 然後我就先睡了 然後我醒了之後 發現他們都在嚇我 他們說我昨天睡覺 睡姿很差 就是我 我好像是手 好像手這樣睡 我手好像這樣睡 超丟臉的耶 很難看耶 我忘記我怎麼睡了 這樣之類的 好像這樣子 然後我的腳還是這樣子 就是 怎麼說 金雞獨立 你們有看過嗎 金雞獨立的腳 然後這樣睡 我不知道我在幹嘛 超級醜的 很丟臉耶 好像我是熟睡的狀態 然後同學都是醒著 所以他們就完全看到我熟睡的樣子 很丟臉耶 你在把什麼瑪莉聯盟露姿勢 我只知道我睡到起來 除了我自己 其他東西都在床外面 很丟臉 很放鬆 大叔睡姿 謝謝孔葉的掌聲鼓勵 謝謝孔葉 小時候完美演藝TP睡姿 小時候完美演藝TP睡姿 沒有照片了 睡姿怎麼大啦啦 那我現在有時候睡姿還是會很奇怪 我有一天醒來是model姿勢 我記得我有分享過 就是手插藥這樣睡 有一次是model姿勢 然後我國中還有小時候常常睡覺睡到 就是衣服翻起來然後露出肚子 就不知道為什麼會睡到露肚子誒 同學可惡 好不然是偶像 我小學的時候超常睡到露肚子 上半身停下半身屁 夢中有夢過走秀嗎 整個床都是我的伸展台 露肚子這樣很容易照亮 睡到衣服翻起來超像小孩子 我小學的時候超常露肚子的 而且我都會把我的小貝貝放來走 就是夏天吹冷氣然後那個風上來 然後那個小貝貝的味道就會燻到上面 就很香很舒服 而且放在脖子就很就是 那個冰冰涼涼的很舒服 然後味道又會上來 所以我都會這樣睡覺 還有我會把被子蓋在臉上睡覺 可能被子太熱 露肚肚蓋棉被 有時候早上起來都會露肚肚 很奇怪的睡衣服 小貝貝薰品還 欸小貝貝的超香的 我要給你們看 我要去拿小貝貝給你們看 欸咻 嘿 那他已經很破了 他超級破了 我的小貝貝 他很破了欸 你看他洗到這樣 很破吧 欸他是 我第一次拿給你們看嗎 你看他超破的 他很香 好舒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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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真的很香 好香喔 我就是 每次在 玩小貝貝都很像 中什麼毒一樣 我媽媽都說 你在吸毒喔 就是 吸小貝貝 真的是中毒欸 好香喔 而且我發現他 在我家 跟在這個家 味道不太一樣欸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洗衣精的關係 還有 環境關係 就是在我家的 因為我有兩條 然後我 家裡跟 我放在家裡 就家裡放一條 這邊放一條 但我覺得味道有點不一樣欸 不知道是不是 洗衣精跟環境關係 味道有點不一樣 但是都是很香的 很香欸 可能體香變 還有沐浴乳之類的 是不是有關係 我冷不住一直聞它欸 有那麼多條 只有兩條 好香喔 他分到很像中毒一樣 好香喔 好香喔 而且他真的很舒服 就是 舒服 他的觸 我是不是看起來很奇怪啊 我看起來是不是很奇怪 他的觸感真的很舒服 就是 很 舒服 而且他每次化妝 我都不敢吸太大力 這不是我吸最大力的時候 因為他臉上有妝 我很怕弄髒他 所以我只能 輕輕的靠著 但是如果我沒有妝的話 我是會整個 把頭埋在裡面 如果我沒化妝 我會把頭埋在裡面 好香喔 好香喔 然後我 我以前 就是我在家 或是什麼的時候 我看電視我都會這樣子 超舒服的 他的觸感都很舒服 而且 他這個味道會熏上來 就很香 我看電視都會這樣 或是滑手機 那我可以這樣子嗎 很舒服 難想像吸最大力的時候 真的很香耶 而且很有安全感 我有時候不舒服的時候 就會把它放在我痛的位置 肚子痛啊什麼 然後就會比較安心一點 會邊聞邊在床上打滾嗎 會 會耶 而且 而且我以前一直很 就是覺得這件事很丟臉 就是覺得 這麼大的還在聞小貝貝 我以前一直覺得這件事 是我一個 不可告人的秘密 但後來發現 很多人都有小貝貝 都覺得 好像沒什麼啊 就是一個 我很 給我很安全感的東西 但我以前一直覺得 這是一個小秘密 就是我 一個不可告人的小秘密 大家真的很舒服 大家都有 他已經這麼破了 你們看 綿花都出來了 這個真的是我小時候就有了 謝謝鋼鐵韓反的剪刀石頭布 就是 小baby剛出生 不是會包一條毛巾 一條布嗎 就是這一條 我小時候就是這一條在包我的 而且 這還有一個小帽子 這就是小朋友的那個小貝貝啊 就是小帽子啊 就是 譬如說我小品牌 然後 這就是 真的是包baby的 就是 這個帽子就是戴在頭上 然後這樣包起來 以前包我的 然後現在 就是我的小貝貝 很喜歡他 就是 就是 嬰兒 嬰兒坦坦 所以真的是我小時候就有 然後就 一直 聞到現在 二十歲了 二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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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超級破的耶 有沒有看 他洗到棉花都出來 然後圖案都不見了 我來看一下這到底是什麼圖案 我記得有一個是五尾熊的 然後 我哥哥的好像是大象 但這真的是洗到圖案都不見了耶 不知道是什麼 五尾熊嗎 你的頭進來還可以戴 他真的好香喔 這樣子就會有味道 飄出來 好像小矮人 小時候的味道 他這樣抖就會有味道了 這樣子就聞得到了 你們可以想像是多濃的品寒味了嗎 好香喔 沒想到我在直播還可以聞伯伯耶 好開心喔 給你們聞完 你們可以大口吸他 真香 真香 得空送香氣嗎 好療癒喔 謝謝阿卡的識論品 真的好療癒喔 005 т 哈哈 而且我都會把它用這樣很光滑的一面的後骨 這樣很舒服 我都會把它弄得很光滑 謝謝金柚的石頭 好開心喔 好舒服 好要把它丟回去了 丟回去窗上了 散了 再讓我抱一下 柏婷你好 我哥哥也會一直聞 他有一下時間想要戒掉這個 但是戒不掉後來就放棄了 因為他現在26歲 然後我覺得他之前有覺得 就是這麼大的不想要再聞這個 所以他就有戒掉一段時間 就是都不聞 但是後來還是聞了 因為實在是太香了 今天解脫大概是西貝族客集 放下小貝貝戰機直播 抱了他就不想放下 真的很難戒掉 真的很難戒掉欸 然後我就請 我再回去前 就有請媽媽幫我洗小貝貝 因為有點久沒回去 我覺得有灰塵什麼 覺得很髒 覺得會接觸到流 覺得有灰塵很髒 所以我就叫 媽媽幫我洗我 家裡的那條小貝貝 結果他好像當天才洗 然後我回家就沒有的聞 恩 難過 而且其實剛洗完的小貝貝會沒有那個味道 就是你需要培養一段時間 他有培養期的 剛洗完都是洗衣精或是衣櫃的味道 所以你要睡個大概一個禮拜 他才會漸漸有你自己的味道 他是需要培養的 謝謝阿哈送我玫瑰 洗完 我家都是太陽的味道 小貝貝不能洗 但有時候真的太髒了 還是會洗 或是不小心流口水的話就會洗 有陽光紅包 大家可以抽抽紅包喔 哈囉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AKP4K 請QQ的品牌 你們也可以追蹤我的IG 太陽味道聽說是塵埋的味道 不能深度 對小貝貝不能深度清洗 我都是看感覺清洗 通常是不會洗 除非真的聞很久 或是聞到覺得他已經有點臭臭 或是很久沒有接觸很多灰塵 我就會洗 或是流口水阿阿之類的 不然通常都不太會洗 因為他的味道會不見 或是他掉地上 我小時候有時候他會不小心掉地上 就是睡覺抱一抱 然後他就不小心掉地上 但地上太髒了 如果他掉地上我就會洗 而且我每次他掉地上我就會超難過 我會立馬把它撿起來 然後拍一拍 我就會真的很難過 就是我小貝貝掉地上 然後我就會很驚訝 然後趕快把它撿起來 他絕對不能掉地上 聞到流口水 他掉地上真的是最形狀的一件事 小貝貝不可以掉地上 小貝貝金 時不時就會想聞 我抱著他 我就會想聞 我忍不住就會聞 有考慮做成像白 吃公主那樣 不行 我絕對要貝貝才是他最原本的樣子 而且貝貝可以有多種用法 就是可以披著 可以圍著 可以蓋著 有貝貝不能裝 因為要聞 小貝貝跟小智哪個重要 都很重要 可以給哥哥姊姊幹嘛 不行 那就大力文 沒關係 真的很香 這樣抱著都覺得很舒服 就是他真的 他的材質很軟 很光滑 原來是萬用 謝謝Lulu送我幸運四葉草 狗狗會不會拿來聞 狗狗只會聞他的 而且他的味道跟我的不一樣 他不喜歡我的味道 但我發現女生好像都比較喜歡我的味道 因為我們家姊姊跟媽媽 就是我有拿給他們聞過 然後姊姊跟媽媽都比較喜歡我的貝貝的味道 他們不喜歡哥哥的 而且我也覺得哥哥的味道很臭 就是一個男生的味道 覺得很臭 媽媽跟姊姊都比較喜歡我的味道 但他們不會特定拿去聞 就是我塞給他們他們才會聞 他們平常也覺得 你幹嘛聞這個東西 姊姊沒有聞小貝貝的習慣 他其實有一條小貝貝 是小時候包他 但他那一條都是 摺的四四方方 我跟你們說 他是摺成這樣 姊姊那條是超級完整 他圖案還在 然後邊邊也都還在 沒有破成這樣 他就是摺這樣 四四方方的放在他的牆邊 他就是摺這樣放在他的床邊 然後那個圖案都還在 然後這邊都很完整 沒有破掉 他那條超完整的 他那條還很厚 他其實原本是蠻厚的一個布 就是裡面有棉花什麼 但是因為我是洗到 破到不行 所以棉花都不正 所以他就變得很薄 他那我姊姊那條很厚 還很厚 就是超級完整的 姊姊沒在聞 我媽都說我姐小貝貝是臭小孩味 這超香的欸 厲害 要有小貝貝的人才能懂 就是 是什麼樣 舒服的感覺 真的要有小貝貝的人才懂 因為姊姊就完全不懂我跟哥哥 但是 哥哥完全懂我 我們還要互相分享文的方式 他小時候有教我 就是把這個貝貝放在冷氣出口下 他就會變很涼 然後再瞬間聞 超 超香 因為他冰冰涼涼的 超舒服的 他在跟哥哥一起 就是研究怎麼樣比較香 怎麼樣比較舒服 聞的方式 還有就是 家裡不是會有蓋身體的棉被嗎 大條的 然後 媽媽的房間 他們的棉被 在早上的時候 就是睡覺起床之後 他們都會摺起來 然後那棉被不是就會變很厚嗎 因為是一般正常蓋的棉被 摺起來 就是摺成四方形 不是會變很厚嗎 就是長這樣厚厚的 然後 剛好我這個的大小 跟那個棉被的四方形大小差不多 所以我就會 把小貝貝鋪在那個棉被上 然後這樣子 整個頭埋進去 所以就是可以這樣子 大字型的躺上去聞 超開心 超舒服 就是把小貝貝平敷在那個大棉被上 然後就可以這樣子躺下去 就可以把頭埋在裡面 超舒服 還是專業文貝貝 真的已經離不開這個東西了 這被子 因為已經二十年的習慣已經離不開了 已經離不開了 我把他丟回去了啦 我好怕把他弄髒喔 再聞最後一口 啊算了還是放著吧 那我等一下想聞的時候可以聞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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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想沒有要拍了 所以我就 我買了星星擠 回不去的小貝貝 哈囉 麻油飯 佩森妳好 有沒有摺過星星嗎 有沒有摺過星星 我小時候超多摺星星的摺 我想要去那個收 喝一瓶玻璃罐的牛奶 我要把星星摺到那個玻璃罐裡面 就會很漂亮 我要摺一罐放在桌上 我忘記 有點忘記怎麼摺咧 我小時候有超大一桶的 全部丟掉了 我小時候有超級大一桶 像乖乖桶那麼大一桶 結果全部都丟掉了 希望我還記得我怎麼摺 有沒有摺夠星星嗎 其實摺星星超簡單的 如果你們之後 要追女生 你們可以只有一罐星星給她 是你親手摺的 雖然有點老套 有點普老的那個 追求方式 但是蠻浪漫的 如果我是女生 我收到會覺得 喔很有心耶 換是你可以把 就是 星星裡面寫字 就是因為它不是紙嗎 然後你在那邊寫小信息 或是小驚喜給它 然後你就摺進去 然後你跟它說 每一顆星星裡面 都有一些小訊息 然後打開 一顆一顆打開 就會很浪漫 不覺得嗎 但是這樣還要摺回去 它是你可以叫摺一堆星星 然後裡面有一顆特別 的顏色之類 然後叫它找 然後你就叫它把 那個特別的顏色打開 然後裡面有信息這樣 不覺得很浪漫嗎 有沒有 有沒有 我都幫你們想好 作戰記號 欸我還記得怎麼摺 但其實這樣 這樣都蠻簡單的 你們會摺星星嗎 它其實就是把它交叉 然後繞著邊緣 就是 一層一層上去 但是這邊最難的地方來了 為什麼這個就是 收到一堆星星 摺成這樣 後要把它變成立體的星星 是最難的 就是你要 這樣子壓旁邊 然後讓它變成立體的星星 這個是我覺得最難 因為有時候會失敗 就是壓不起來 它就會立不起來 你們看 這樣就變立體的星星了 有沒有 厲害吧 蠻好玩的 好療癒喔 它壓起來的瞬間很療癒 但我小時候比較不會摺的時候 然後它 它那個 有時候會壓不起來 就是會爛掉 我覺得跟星星姐也有關 有些比較軟的就會壓不起來 謝謝空葉的掌聲鼓勵 啊 折很多星星 我現在還沒有喝那個 玻璃罐 所以我先丟在這個桶子好了 謝謝露露送我掌聲鼓勵 你們會折嗎 我來教你們 就是先把 因為星星子先把它交叉 然後變一邊短一邊長 就是變成這樣 一短一長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把它凹進去 你就順著這個邊邊 這樣 它是有個規律的 就是這樣順著邊邊 這樣 然後邊邊 喜歡壓起來 腰扁不斷口 放在玻璃皮 對啊 放在玻璃皮會很美 就是這樣順著邊邊 折 這樣順著邊邊 就是 星星比玫瑰花簡單 然後 然後最後這個把它塞進去 這樣 塞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用立體囉 看看 就是 去擠壓這兩邊 壓 然後它就會變立體 然後再換一邊 去擠壓這兩邊 這樣 擠壓它 它就會變立體 就變立體的星星啦 奇蹟的一刻 真的 這個是 摺星星最難的部分 2D變3D的瞬間 沒錯 其實蠻療癒的摺星星 謝謝阿元送我掌聲鼓勵 我小學的時候超喜歡折 上課也折 下課也折 就收集一大頭 品寒今天到2點 對我今天到2點 今天兩個小時 原來品寒指甲油是藍色 就是 握手繪的時候去用的光療 來囉 2D變3D的瞬間 我覺得這個很療癒 就是它凸起來的那一項 我覺得發明這個摺東西的人很厲害 這樣就可以摺一個星星 超厲害 很殺時間的小東西 但整晚很晚很有成就感 這樣反向插座應該也很愛壓氣炮支 我超愛壓氣炮支喔 你們有摺過嗎? 我覺得好像小女生比較會摺 我覺得你們應該沒有摺過對不對 是小學女生一定會摺的東西 是小學女生一定會摺的東西 要準備斷烤 鋼鐵韓粉 掰掰 掰掰 鋼鐵韓粉考試加油 我都摺垃圾袋 垃圾袋我也會摺 那你們有沒有摺過甩炮嗎? 我小時候 我小 我小 我小的時候 會拿考卷來摺甩炮 而且我們幫男生摺那個甩炮超厲害 超大聲的 然後就被老師罵 而且他拿考卷摺 我小時候都拿考卷摺甩炮 我小時候都拿考卷摺甩炮 因為小學的考卷是那種一本的 然後有點黃黃的紙張 然後是一本的測驗券 然後那種很適合拿來摺甩炮 然後他剛好是長方形的 然後他的紙好像比較厚一點 甩炮 然後在耳邊甩 我們還用八開還是四開摺超大 然後老師生氣 手裡見我們幫男生有摺 我小時候還會摺愛心 摺那個愛心 有些女生會被甩炮聲一下 轉 轉 原來我跟大家也是同個年代的 愛心太文藝小男生不碰 我會摺紙荷 欸我不會摺紙荷欸 紙荷好難喔 我記得我小時候我爸第一個教我摺的紙是紙荷 但是我忘記怎麼摺 還有摺爪子套的 喔有喔我記得 以前很喜歡玩竹槍 竹槍是那個竹筷子射橡皮筋那個嗎 那是竹槍嗎 我那個年代有做過這個 但已經不太玩竹槍了 我是玩鬼真草 鬼真草丟別人的衣服後面 但竹槍已經不太玩了 但是有玩過 但是有玩過 小時候上課的包玩都難吸粉 那你們有玩過牆壁鬼嗎 那你們有玩過牆壁鬼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欸牆壁鬼 鬼真草很煩 而且鬼真草很被黏到都不知道 謝謝英童貓的玫瑰 你們有玩過牆壁鬼嗎 我都拿麵包 火丟人 就是也是下課一定要玩的一個團康遊戲 牆壁鬼 就是跟鬼抓人有點像 但是就是你要一直貼著牆壁 然後 你只要有摸著牆壁 鬼就不能抓你 但是你得移動 然後鬼要去抓那個就是移動中沒有摸牆壁的人 因為你不能一直待在同一個地方嘛 所以你得移動 然後你在手沒有碰到牆壁的時間 鬼就可以去追那個人 這就是牆壁鬼 就是你要摸著牆壁走路 但是你要移動到另一面牆壁 你勢必會就是離開那面牆壁 這時候鬼就可以去抓那個人 通常會陷走路 通常會陷走路 這就是牆壁鬼 這有小時候小學他玩過一種花很有趣 是鳳仙花嗎還是水仙花 鳳仙花 就是他的那個花苞還是 花苞是那種長長的 然後這樣子的 綠色的 然後壓下去他會爆開 然後會有紙噴出來 鳳仙花嗎 他的花苞還是什麼果實 然後他的就是會長綠綠的 然後長這個形狀 然後小小的 然後就是成熟的他 他成熟後你就可以去 你看他是這樣蓬蓬 你就可以去輕輕壓抬他 他就繃然後會噴出那個種子 超好玩的 超療癒我 小時候都會去看有沒有成熟的那個 然後去捏他 他都會噴出種子 那個也很好玩 是水仙花還是鳳仙花 我忘記 鳳仙花 你們有玩過嗎 桃花心目 他有玩那個幸運草 就是把兩個這樣 因為幸運草的線不是很長嗎 他的筋很長 但是很細 然後驗疼這樣 我們就會把他這樣 嘿!然後兩個勾在一起 然後往旁邊拉 看誰的仙斷 仙斷的人就輸了 我們就會去摘那個幸運草 哈哈 幸運草有玩過 大家都有共鳴耶 好懷念喔 欸我到現在還是很懷念那個鳳仙花 謝謝小白燒我撿到石頭布 鳳仙花真的很療癒 他砰砰的壓下去 大家玩大白沙 謝謝小白送我剪刀石頭布 還沒輸過 可以找我PK 謝謝Ken送我石頭 加油 閃人看 謝謝金釉的剪刀 閃人看寶寶了 Bye Bye Bye小白 工作加油喔小白 謝謝金釉的剪刀 好懷念小學 但我的小學很常出現熟 因為小學也是靠山 基隆的秋林上 靠山靠海 然後就是 有時候後山會出現蛇 要不要先開一點 好啊 我失敗了 他立不起來 他一點立不起來 勉強 勉強立起來 好 我先來開一下剪刀石頭布 分次開 先開一點 等一下再開一點 那我來開囉 好緊張喔 謝謝大家稍微剪刀石頭布 先開一點 好多人喔 謝謝你們 什麼 嘿 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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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負 平 善 負 平 平 善 負 平 善 平 善 善 善 負 負 善 善 負 善 負 善 負 平 負 平 善 負 負 平 平 善 平 善 平 負 平 負 負 聖 聖 好先講 謝謝Kent聖母藍色的應援棒 好像不錯耶 今天聖蠻多的 謝謝AHA聖母看好你喔 謝謝AHA聖母看好你喔 謝謝AHA 唉我不想折了 我累了 留著下次折 我等一下要去曬衣服 我剛剛早上 洗了衣服 但我還沒曬 一定是小貝貝加成 肯定是 這個掉出來我把它折掉 等一下要去曬衣服了 謝謝Kent聖母掌聲鼓勵 謝謝Kent聖母 好幾個 2 4 6 8個 8個 走了8個 哈囉您你好 您你好 最近我很常聽奶木版的歌 品牌還要去曬衣服 我昨天一直google奶木版的歌 我要去看他們那個神功的 在那個神功的演唱會 好可愛喔 西野跟飛鳥還有橋本都好可愛 然後我再看他們那個YAHO的影片 超可愛的 當被頂開好看的東西 輕輕走好 神功 對神功球場 白石也很可愛 YAHO YAHO 然後西野喊YAHO超大聲 他這樣YAHO 其他人都是YAHO 然後西野是YAHO 然後我覺得橋本超好笑 他的畫風很不一樣 他是有點類似柏林的角色 他是這樣YAHO 然後超級好笑 那個超好笑大家可以去看 他們YAHO的那個超好笑 潮本是YAHO 超低音的 而且他還把他放在最後一個 超好笑 前面的是YAHO 然後潮本是YAHO 畫風超微合 但好可愛喔 最近蠻愛聽奶木吧 這個 我蠻喜歡HASHI LAY BAI SIKU 那首 HASHI LAY BAI SIKU 還有 還有氣機也蠻喜歡 KIKAKKE 還有 HADA HADA SHI HADA SHI HADA SHI DER SAMA 品牌也要新單持熱了嗎 一直想到香蕉 一直想到香蕉 今天的最後一顆星星 氣機很感的 就蠻喜歡他 覺得他們歌也蠻好聽的 玩一下貝貝 好療癒喔貝貝 HAYO HAYO 所以我都會去看一些偶像的那個機場的那種 我會去看他們在機場都穿什麼 以便如果之後還有出國工作或幹嘛的話 在機場知道大概要怎麼穿 不知道iflove有練了嗎?還沒有 謝謝恩華的看好你喔 你還穿現在呀吼一下 呀吼! 衣服配置 你也想被拍機場照嗎?想啊 但有時候飛機上最困擾就是妝 因為飛機上很乾 所以每次下飛機都覺得妝很乾 而且每次下飛機都要講痘痘的感覺 我真的覺得每次坐飛機都很容易講痘痘 因為太乾了 還有什麼氣壓之類的 邦尾掰掰 謝謝邦尾的再見沙遊 沙河錯棚 沙河也蠻可愛的耶 沙河也很可愛 沙河 好可愛 沙河也比較可愛 下飛機就長痘痘 所以藝人們上下飛機才會口罩 就是懶了補妝之類的吧 因為不用怕完整妝 沙河也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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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機 因為下飛機在話就好 人生第一次接機就給你了 之後如果還有接機活動 大家一定要來喔 想在機場看到你們 每次坐飛機都很開心耶 很興奮 應該說每次出國工作都很興奮 就是要去到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工作 品涵很中跟中主但有時候頂章面穿很可愛 第一次接機給品涵加一 我最近開始穿寬褲欸 這是我跟姊姊偷來的 就是那件很小的寬褲 覺得蠻好看的 有沒有看 有沒有看 好像T-Shirt加寬褲也蠻好看 而且寬褲夏天穿很舒服 就不用怕蚊子釘不用怕曬 但是又不會那麼緊很悶 超舒服 蕭賢褲 跟著上衣 是有點不搭啦 跟著上衣 因為我是剛剛隨便的套 一件白色 以後有接機一定到 嘿 想睡了 這套可以拍全身 可以啊 全身 下次接機我要去 雖然不知道什麼時候啦 今年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就今年可能比較沒有機會吧 不知道今年 今年應該是還 不太會出國吧 今天 不知道欸 要看疫情控制到什麼程度 還要上衣服 不要睡 文貝貝就想睡覺 真的很香欸 我沒想到我有一天會在直播中文貝貝 你算是TV今年唯一 今年唯一出國 有嗎 我今年有出國嗎 沒有吧 也算是有坐飛機啦 1月1號的時候 對吧 我決定我要再來開一些猜拳 日本回來 好啦 開猜拳囉 好啦 開猜拳囉 文貝貝很優勢 嘿 平 平 善 負 善 平 負 平 善 負 負 signed 菲 compart 剩 對 嘞 說 負 他滿的 今天剩好像比較多耶 辛苦了 好 開一百 開心 開心之舞 呵呵呵 太要下波 開心 謝謝楊潔的剪刀 謝謝楊潔 謝謝楊潔的剪刀石頭布 今天勝利比較多 開心 謝謝Ken送我們剪刀石頭布 開心之舞 勝勝率高快開 好 我開一下 我趕快來開 平 勝 勝 平 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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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現在勝率很高 趕快勝我 現在勝率很高 快點 欸 今天勝率很高欸 謝謝大家 謝謝楊潔的掌聲鼓勵 剛剛連勝三四個勝欸 太猛了吧 很大 好開心喔 剛剛連勝四個勝率欸 謝謝金友 勝 勝 欸 現在勝率很高 快點 喔 負囉 好吧 阿妍終結了這個勝率 哈哈 阿妍你終結了這個勝率 我再來開一個 謝謝阿元送我剪刀手布 謝謝阿華 剩 有有有 副 有欸 現在勝率好像比較高 威勝利中節奏 好像現在勝率比較高 阿元別傷心 別傷心阿元 謝謝阿華的剪刀石頭布 負 贏 好像已經過了那個勝利巔峰了 剛剛連是四個勝欸 負 好像已經過了 謝謝阿華的剪刀石頭布 那我等一下再開 再來 現在好像是在負的那邊 等一下再開 之後再來 等一下送 今天要忘記了 好啊 等一下四十分再來開 好不好 機率只有你送 真的喔 再聞一下 加持一下 謝謝阿華的看好你喔 剛剛特別激動 不然快睡著 貝貝加持 小貝貝加持 目前勝率剛好 0.333 還不錯耶 今天好像比前幾次都還高的感覺 小貝貝一直讓我想到 金貝貝是誰阿 誰是金貝貝 誰是金貝貝 下次都帶小貝貝出來 好阿 品還玩過大富翁嗎 你說一般的 大富翁嗎 還是手遊的 手遊的我沒有 我只貢獻兩勝 手遊的我沒玩過 是一般大富翁嗎還是什麼 大富翁是店老闆 好像沒玩過耶 不是我年代 我的年代是玩爆爆王 跟跑跑卡丁車 好像比較沒有玩過大富翁 有嗎 我沒有印象耶 大富翁 可能有玩過 但是 不記得裡面的角色 我的年代比較順行 跑跑卡丁車 你只要五年出生就會知道金貝貝 你問切謊 好 他應該知道金貝貝 喔 摩爾莊園 對 摩爾莊園 我的年代有玩摩爾莊園 賽爾號 謝謝阿華的新之館 不是淡水要給嗎 爆爆王 四十分 四十分來 我再來開 勝 謝謝阿華 勝利太好了 阿土伯 金貝貝 人太郎 欸我完全沒印象耶 阿土伯 金貝貝 冷太郎 完全沒印象耶 誰啊 謝謝 Ken送我剪刀 哈囉 切謊 有阿我那天就跟你說我玩到公司 玩到半夜五點 可是你們沒有跟我講角色阿 我完全沒到天 你有跟我講角色嗎 你沒有跟我講角色阿 哈龍明 我知道你有在玩到公司 但是我 我不知道有這個角色 他現在常常玩到公司 玩到不理我耶 我跟他講話都不理我 應該挺有印象 現在有手游 免費的 算你玩了那個之後都不理我 謝謝Means 我新之冠 謝謝Means 遊戲比朋友重要 公本寶藏 孫小美 所以大富翁是要幹嘛 在裡面當富翁嗎 這是現實生活中 沒辦法當大富翁 這只好在裡面 投資房地產的意思嗎 國樹你好 哈囉國樹 對啊 他是在裡面蓋房子 是嗎 完了 最後都不理我 是在裡面蓋房子嗎 就是買房子 什麼的 拜拜Mean 工作加油囉 謝謝Mean的剪刀石頭薄 謝謝Mean 就是跟一般那風很像 又有像馬利歐那種互動到就 喔 原來如此 傷心太平啊 沒錯 任賢奇 老哥老哥 有這種在計程車上會聽到的 感覺 小了白了兔你好 我今天會不會把我妝弄掉啊 還有這真的很想聞 好吃可口可樂是暴力 剛才從日本偶像放到這也是厲害 你看很多元吧 90後半竟然不知道 還反笑到江湖騙文 這歌單跨度 這是要划的剪刀石頭布 對折也很好聽 我超喜歡的 那個任賢奇有一首歌叫 我是一隻魚嗎 也很好聽 我超喜歡的 我是一隻魚 水裡的童琴 你們應該聽過吧 中道我可以補 小貝貝不能不聞 有道理 同業 好有道理喔 但我現在有點想打本體 是吸到灰塵嗎 還是吸到棉絮 你有放過一隻魚 欸我放過很多隻魚 好不好 好笑 剛剛現在我猜拳指引你三次 真的假的 那我再跟你猜一隻 平 勝 勝 今天勝率很高欸 哇 呀吼 現在勝 今天勝率很高欸 很多隻 有數錄影台都 那時候滾石唱片 欸滾石那時候超賺的吧 大家 大家吃的唱片都是滾石的 什麼梁靜盧啊 任賢奇啊 花椒以前的三星炮金 平潭在誘惑我 儲值勝率很高 平潭在誘惑我 肌肉勝率很高啊 肌肉勝率很高啊 他提起之前 我再讓他散發味道 謝謝安豪的掌聲鼓勵 我早就說重複心 隨著太平洋的神神傷心 他這樣真的會味道會飄出來 香 真香 真香 滾石現在只有五月天 成生五百也是滾石 啊我哦你是我的花朵 這是我對五百的印象 想要用用你 噔噔噔噔噔 真香 真香等等我要解出來 好真誠了吧 真的香啊 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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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玩一玩 會不會等等關播先去補音 不會我等一下要晾衣服 我要晾衣服 然後我要去煮午餐 我今天午餐要吃水餃 吃個水餃 吃個水餃 敲一敲聞一聞 你們覺得我要炒菜嗎 可是我連懶了洗鍋子 炒菜要油油的 要洗鍋子 我媽也吃水餃 等一下煮個水餃 水餃就不會油油的 現在可以吃10顆吧 炒菜要洗鍋子 不想炒菜 水餃 就有菜 好 那我就不炒菜 吃水餃就好 反正等一下就要吃晚餐了嘛 午餐不久後就要吃晚餐 可以吃水煮高麗菜 等一下先滾水 然後一邊晾衣服 然後等水滾了丟水餃下去 很節省時間吧 如果不嫌棄我 專炒洗鍋 所以今天晚上要準時下播 然後等一下要去炒 煮水餃跟晾衣服 這個生活好像很愜意 好可以幫忙 照外送最方便了 煮水餃的水可以直接煮湯 水餃很快 你下衣服 我下衣服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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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水滾 反正水滾不是好一段時間 就可以一邊下衣服 hello 黃瑜你好 那我先來念排名好了 先來念排名 第10 第10 我要來念排名了 有大家 先燒水然後曬衣服 再下水餃 沒錯 懂得分配時間 曬衣服曬了9年以上 雖然我才11歲 空業也太年輕了 好我要來念排名 謝謝奧華送我們LOS 我覺得我今天腮紅打得很漂亮 我覺得我今天腮紅打得很漂亮 腮紅的位置跟紅度剛剛好 從8歲就開始帥 好來念排名囉 第10名Boring 第9 鋼鐵韓肥 這首歌好好聽喔 第8 CANT 第7 滑滑 第6 燒雞 第5 小白 第4 小春 第2 楊潔 恭喜楊潔 阿華 楊潔 阿華 那我來抽個千 這隻 5號 5號是小白 小白是不是回去上班了 小白是不是回去上班了 楊潔 楊潔 阿華 小白一顆主定 恭喜 恭喜大家 那我要再抽一個嗎 還是就不用 謝謝阿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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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指定我玩伯伯嗎 真的很想玩伯伯 大家好指定 音樂 請問 指定品牌站起來跳 50秒 只有 是誰可以指定阿華 今天又王 楊潔 這是宮慶思勇 今天指定文伯伯 太指定了 我覺得我今天好可愛 原來頭髮變直了就很可愛 唱summer time 這首歌第一句 唱完西貝貝 summer time是哪首歌阿 summer time是哪首歌 指定挑戰這首歌副歌部分 副歌不會唱 而且我不知道歌詞耶 我不知道歌詞是什麼耶 我該怎麼看歌詞 發誓文伯伯 summer time 大家指定的太難了吧 這是我不會唱的歌 我只有聽沒有不會唱 太難了吧 summer time 等一下我該怎麼唱這首歌阿 我不會唱耶 我只有聽不會唱 太難了吧 summer time 大家要改一下歌嗎 平衡待會跟我去喝下午茶嗎 謝謝康葉的新之掛 今晚的那首我也不會阿 兜春我也不會唱 謝謝康葉的新之掛 謝謝康葉的新之掛 我嘗一下怎麼唱阿 summer time 真好 這首嗎 可是我播喊歌詞 看一下哪裡有歌詞 呃 Jonah 怎麼看歌詞 哦 krydy 他怎麼看歌詞 哎呀我不能醜放了 去查歌詞等我一下 先吸一口貝貝 我先解決楊潔的 這個指令 我看了一下歌詞喔 等我一下 我跟不上 那我重來 我好像很適合唱這首歌 謝謝康遠 謝謝阿華的掌聲鼓勵 這邊我不會阿 我比較熟副歌 我可以唱副歌嗎 謝謝楊潔的指令 然後玩一下 這句就好 好 那我再唱一次前面 欸等一下 我重來 這首歌好耳熟喔 這抖音很紅阿 我跟上了 太好了 謝謝楊潔的指令 謝謝楊潔的指令 那我查一下兜潛怎麼唱 謝謝空夜的掌聲鼓勵 精誘的是兜潛是吧 兜潛怎麼唱 好 副歌歌詞 路過了水上花店荒野到海邊 好 看一下怎麼唱 但我這首歌沒有很熟 我得熟悉一下 刀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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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歌 路過了水上花店荒野到海邊 有一種浪漫的海事浪費 花店荒野到海邊 這首歌好不熟喔 平凡的特別 繞過了城外 邊界 還是沒個別 錯過了太久 反而錯得完美 超難 幸福得了一個圈 超難 那我再熟悉一下它 好唱那幾句 这里吗 这是空夜的蓝色硬轮棒 平凡的特别 缘绝还是没告别 错过了太久反而错的完美无缺 幸福得了一个钱 是这样唱吗 谢谢Aquila的蓝色硬栏棒 啊最后我的奖励是C贝贝 谢谢金佑 还有谁 阿华是吗 今天指定比较高 我的奖励是C贝贝 谢谢空夜的掌声鼓励 蛮好听的这首歌 阿华指定什么 告白一波但最后还是说 最喜欢贝贝了 我最喜欢大家了 不过呢 果然还是最喜欢贝贝了 可以吗阿华 最喜欢你们了 我果然还是最喜欢小贝贝 谢谢阿华的新知冠 好幸福哦 今天的奖励可以吸贝贝 谢谢大家 谢谢阿华 谢谢阿华的新知冠 输给贝贝 谢谢阿华的掌声鼓励 谢谢阿华的掌声鼓励 那我今天差不多要到这边啦 大家记得要去收集夏天生写真哦 那我们下周再见啦 谢谢大家今天看我直播 有海边 浪费时间 有没有开完 诶我的猜拳有开完吗 我看一下 有有有 我的猜拳有开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今天也看我直播哦 我们下周见哦 拜拜 大家 午安 下午上班加油 今天也要数秒吗 那些美好的多却 幸福多哈 多多 空夜爸爸 定落数秒 好我只要一分钟好了 我可以再吸贝贝吸一分钟可以吗 我还有一分钟可以吸贝贝 香爆真香 可以先说bye bye呢 然后表情 莫名其妙 拜拜大家 拜拜 我好奇怪 我看起来 哈喽 谢谢大家 订阅看我直播哦 下周见 拜拜 大家拜拜 下午上班加油 真香真香 好啦下播了 拜拜 5 4 3 2 1 拜拜